闹哄哄的吵闹声 不是庙会正常的庆祝 却是镇头吵架推挤 黑压压的人群推过来挤过去 有孩子被吓得娃娃大哭 推挤的人不管不顾 还看到有人高高举起了一根棍子 九华冲突控制不住 镜头后方这辆货车默默的巴苦 想要脱身远离是非之地 最后还是警方来了 还出动了扫黑专责队控制场面 都是来参加庙会的 到底吵什么吵 推什么推 原来是散场插队 绕境活动要结束前 镇头内因为音响车队 要离场时有插队的情形 造成旁边镇头有人 有口角产生推挤冲突 经过现场的及时制止 并没有打架的情形 事发在12号晚间9点多台中谈子 庙会活动尾声的时候插队问题 原来镇头争着抢先离开 不要塞在人群当中 却变成了最塞的擅长障碍 TBS新闻苏泰影无数评 台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